许多动物拥有即使是最强壮的人类,也只能梦想得到的力量 不同的动物有不同的力量 有些动物拥有纯粹的蛮力 能够举起、拖动、搬运或拉动巨大的力量 其他的动物可能要小得多 但与他们的体型相比,却拥有巨大的力量 大家好,我是Wing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世界上最强壮的10种动物 以及他们的惊人事实 说到纯粹量,灰熊可以举起500公斤的重量 是它体重的0.8倍 熊是非常聪明的动物 它们的导航能力远胜于人类 记忆力极强,大脑与身体的比例很大 从玩耍到狩猎 它们都能在各种场合使用风具 熊的嗅觉、视觉和听觉都很好 它们可以在基因里外 闻到食物、配偶或捕食者的气味 熊非常关心家人 为了救幼宅或兄弟姐妹脱离危险 它们会冒着生命危险 甚至战斗致死 一条生然可以及时相当于自己250公斤体重的东西 最大的物种是绿生然 它可以长到30英尺长 重达550磅 它们是蟒蛇家族的一员 它们生活在亚马逊雨林 通常栖息在沼泽和缓慢流动的溪流中 在蛮蛎方面 大象是最强壮的哺乳动物 也是最强壮的陆地动物 非洲象的体重可以达到6350公斤 它们可以携带9000公斤的重量 相当于130名成年人类的体重 大象是聪明的 社会性的 强壮的 令人难以置信的生物 大象的壁子非常有力和精确 它们可以携带小象 也可以用来做更精细的动作 比如采花 作为最大的陆地哺乳动物 大象的怀孕期也是最长的 长达22个月 刚出生的小象体重约90公斤 身高约3英尺 巨星多年前有300多种大象 但如今只剩下两种 亚洲和非洲物种 民间流传壮如牛的说法是有原因的 一头色牛可以拖着900公斤的东西 穿越七区的地形 相当于它体重的1.5倍 射牛生活在有10-20只射牛组成的牛群中 当射牛在受威胁时 会围着牛群中最年轻的成员围成一圈 用它们致命的脚来保护它们 射牛的天敌是北极熊、狼和人类 交配季节是从7月到9月 熊星以每小时30英里的速度用头部相撞 以建立统治地位并获得交配机会 熊星在头顶上有厚厚的骨板 内部有气囊 这些形态结构可以防止在战斗中 头部和大脑受伤 一只老虎能把550公斤重的东西 扛到10云尺高的树上 这是它体重了2倍 作为猫科动物中最大的一员 老虎强壮有力 是自然界最可怕的捕食者之一 它们美丽的橙色和黑色条纹毛法 提供了伪装 当它们在夜间狩猎猎物时 它们奔跑的速度可以达到65公里每小时 老鹰是最强壮的鸟类 在飞行过程中 能够举起自己体重4倍的东西 老鹰是最大的鸟类之一 它们处于食物链的顶端 有些物种以猴子和树栏等大型猎物为食 老鹰有惊人的势力 可以探测到2英里外的猎物 一只大猩猩可以举起2000公斤重的东西 相当于30个人类的重量 超过其体重的10倍 非洲鸟类 大约在500万年前 从一个共同的祖先分化出来 属于人鸟类 大猩猩是我们现存的近亲之一 仅次于黑猩猩和窝黑猩猩 它们拥有我们95%到99%的DNA 小小的切叶椅 可以用二部举起 并携带50倍于自身体重的东西 这和人类用牙齿 抬起一辆卡车的重量是一样的 世界上已知的蚂蚁种类超过2万种 但迄今只有12,500种被分类 菌蚁可能会捕食更大的动物 如爬行动物,鸟类 甚至是小型哺乳动物 地球上所有蚂蚁的重量 与所有人类差不多 犀牛甲虫可以举起850倍 自身重量的东西 从这个角度来说 如果人类有犀牛甲虫的力量 它就能举起一个65吨的物体 如果强大的大象 有和犀牛甲虫同等的力量 它就能背上850头大象 与体重相比 粪金龟不仅是世界上最强壮的昆虫 也是地球上最强壮的动物 它们能拉动1141倍鱼 自身体重的重量 这相当于一个普通人 拉着6辆满载人的双层巴士 这就是强壮 还有哪一些动物 是你觉得很强壮的吗 感谢你观看我的视频 如果你喜欢 请帮我点赞分享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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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